8岁女童疑似遭到保姆邻居家的孩子虐待 事件昨天曝光之后是引发了关注 社会福利局已经联络上了女童的母亲 除了对事件表达严正关切之外 也将提供一切必要的援助 尽管当局不排除大人是有疏忽照顾的嫌疑 但是强调说仍必须要等待警方完成全面的调查 南希说尽管目前看来 案件是有疏忽照顾的嫌疑 但是由于警方仍在做深入的调查 因此妇女部不能妄下定论 必须要等待调查的结果 这起女童被虐待的案件 这个月11号在雪州家营被人揭发 一名呼吁保姆向警方报案 指她看顾的一名印尼籍女童 被邻居家的孩子给施暴 左脚严重受伤 皮开肉绽 更疑似遭到性侵 警方调查之后初步认定 涉案的共有四到五名的男童 年龄分别只有六到八岁 南希表明由于案件是涉及未成年者 因此当局顾及孩童的隐私 低调行事 而且必须要取得庭令 才能够采取行动 不过福利局时刻重视孩童的安全 也致力保护儿童 搀治一下 庭力保护儿童的身材 进入磁络的内部 连机 您的喘悉 脱派 或感线 在虽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